中和有在地人最近发现知名连锁美妆店突然出清大排卖要熄灯 原来这栋建物已经42年又临近商圈准备都更 之后身价会跟着狂表 店面招牌底下挂上布条上面写着签店初期 为期近两个月的时间明年1月正式封关 即将搬迁的零售业者就位在中和区举光路 这栋11层楼物理42年的建筑物里面 而如今要搬离现在的位置传出就是因为这里要进行都更 好像听说是都更吧 就是因为收购做都更这样子 未来的规划他们还在讨论当中 有可能做成购物商场也可能做成高楼大厦 究竟未来用途是什么目前还不清楚 但看看这栋楼临近热闹商圈 百货公司商店林立身价势必跟着水涨船高 尤其一楼店面来看415坪都更前 月租金一瓶月650元 都更后一瓶可能破千 光是一个月租金就差了14万 这块土地的使用分区的话是宜种工业区 那跟一般住宅区的使用规范完全不一样 就是以目前行情来说涨个 就是大概七八成应该是有机会的 不论上用住宅台湾房价持续高涨 最新一记数据显示 买房意愿下滑支付56.2 已经连续五个月下跌 主要就是因为受到央行打炒房政策影响 多数想买的人不是不敢买 就是贷不到款 不只影响到真正有刚性需求的人 也冲击第一线房仲业者 据传业内已经也不少人提前放寒假 大家预期可能房价会有修盛的空间 所以确实在这公益医院上面来说的话 会呈现一个断崖式下坠 洋行寄出信用管制一波接着一波来 已经造成不少民怨 洋籍不少无辜 东森采经新闻 沈云腾邱小倩台湾报道